為止 大家好 歡迎收看港理台的財經ABC 錄金時間是星期四的10時 下期時間是星期日 正所謂有講理堂 沒有攻擊啦 這次是說有錢人兩大有錢人對決 新舊有錢人對決 不過在聽這麼精彩的故事之前 我們要記得做什麼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旁邊的鈴鐺 記得關掉全部 再去聽兩個阿伯在這裏怎樣互相片 不是的,是鋼鐵俠大戰 大戰Harry Potter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這件事是很搞笑的 自從鋼鐵俠好事之前 公開講明 我現在不支持民主黨支持共和黨 有沒有聽過他這樣說 是,有聽過,他轉席轉得很快 是,繼而就搞推特Twitter 搞Twitter,你記得 所以我們看新聞 要一連串看下去才會有東西看 這傢伙真是走向共和 就去撲水 撲水的時候 就想要舉些Tesla股票 記得嗎 想要舉些Tesla股票去借錢 正抵押 總之呢 股票跌到飛起,你記得嗎 是 然後就說取消抵押 這個是上兩個星期的故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A君 嘩,他好像被人後面統一刀 對了 原來呢 這個最新近的英雄鋼鐵俠 被上一代的英雄Habby Porter 在後面隊 就是Gay Go BillGate 原來他指責BillGate 他做了Multi billion dollar short position 他Tesla 頂 你這個壞人 幹嘛沽空我Tesla 沽空Multi billion dollar 作死他 是不是 是啊 他說 I guess I have some trust issues with him too 我覺得他不是什麼 擺明 擺明我Tesla 是做Global warming 對抗 他又不單止不支持Tesla 做沽空他們阿爺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樣說 真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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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 是啊 說的全部都是理念 實質 當然是 這個什麼 銀子 我覺得不是銀子 你這Tesla 質素做好些 有沒有人猜 其實我就看 那當然是老闆 為什麼 因為 他說 不支持民主黨 你看到 現在立刻 所以你覺得港鐵右 最近零射多是非 又被人告 是不是 證監又找他 發官又說 發官又說 要取消他的和解 所以這個世界 你是不是這個什麼 法院公不公道 美國不是一樣 你想想 轉了個政府 不斷搞他 你看到嗎 你走向共和 他就是民主黨 就動你了 這件事 就是這樣 而已 什麼理念 什麼環保傻 包裝 而已 最重要 就是哪個勢力 你跟著哪個 我猜不到 鋼鐵可以轉 轉老闆 這麼大 極不倒也可以 這件事 有些問題 他的老闆應該比 基哥的老闆 才可以這樣做 他的老闆 可以叫他 搞這個SpaceX 有多大權 也是 他的手伸得更深 直接去政府 搞Tesla 那些 就說環保 就想想你那幫民主黨 搞這個SpaceX 搞民主 搞軍事 就想想你共和黨 現在他擺明 就在這個Tesla 賺夠錢 然後浸水下去 SpaceX 那當然是奔向共和 有道理 這個整個思路都分析了出來 給A君 就這樣 跟著 馬斯克就說 美國經濟衰退 其實是好事 這樣很神奇 他因為錢太多了 那些傻人都有錢 把錢殺在傻瓜身上 維持得太久了 是要人破產才可以的 這個是不是他們說的 我看到distruction 他都很creative 但是告訴你 其實這是很好事 他這個說話很creative 但我看到ức Cannon 所以他就說鐵俠吧 效果去鑽壓 因為之前說過估計而已 最終真的跌1.5% 跌得比預期更厲害 接著另外耶倫認錯了 其實不是他 純粹不是包工說這個通脹是暫時的 每個人都說暫時的 每個人都說暫時的 相信我吧 去年你不說暫時的時候 你是會被人插很多刀的 應該是燈神說過 我記得了 每個人都說過 都是錯判通脹形勢 那怎樣錯判通脹形勢 如果耶倫說錯判通脹形勢 應該怎麼做 錯判經濟形勢 那不就叫 你一是suprise 做事 一是在demand那裡加息 那加息就不關他事 他不是以前的位置 他就是減一下關稅 對呀 他是支持減關稅的 還有呢 他應該就不要給燈神重建美國 已經通脹了 你還跟民間搶工人 重建美國 總經濟通脹 剩下這些事情 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但是分錢的 重建美國 不知道他做什麼 應該是關稅了 沒有什麼其他做 秘銀就是說 哎呀 聯儲局收水 一定死死了 這個大市強烈反彈之前 差不多的時候的新聞 他說要通盡 跟預期變回2% 金融收縮 又是2% 每個人都說2% 喂 這麼巧的 哎呀 瘋善 假設來的 他們的神話破滅 在那邊吹 你發現他 跟著 加息就要 很猛力才行 耶倫又說 我又要減 這個 開支才行 整個形勢都很差 意思就是 鋼鐵合約說 最退又是一件好事 對不對 富國銀行就說 這個經濟軟墜錄 好極困難 大哥 嘩 突然間一起唱探 搞什麼 先看一下 看看還有沒有 還有他 還有他 摩通再說一次 他連續三個星期都有說 三個星期都有他份 他說美國通脹急升 信出行到狂加升 所以我看完這些新聞 為什麼說 這個報紙是沒有那麼英牌的 那些人是神經病的 他簡直你明白嗎 那些報紙是不明白 只是股市升 他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聯儲局 你明白嗎 整個邏輯只有聯儲局 聯儲局沒有那麼英 就升了 為什麼股市跌了 聯儲局很英 這個很好的 懂得說聯儲局 你以為你那麼容易分析嗎 神經病 不是那麼緊 不是只有一條路 是不是這麼說 那摩通就說 上次會令不利金融海嘯 這次怎麼樣 這個摩通 就說這個經濟巨峰 大佬 好像劇村 那樣 他說那些油升到150到175 大佬 市場有資充沛 他一定要生水喉 這個是真的 我們說過 因為隔夜的那個 逆回購去到2萬多億 是不是這麼說 真的是水浸銀行 是不是 水浸銀行 還要加石金銀行 是不是很不一樣 哈哈哈哈 有一件事發現了 就是老美 向來會把人禍形容是天災的 是嗎 金融海嘯擺明人禍來 又說要海嘯 這件事搞得這麼嚴重 又說巨峰 再看了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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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剛剛呢 見了報的 安聯 不是阿里安斯 我記得了嗎 是阿里安斯 阿里安斯 阿里安斯呢 這是保險公司來的 是嗎 聯儲局要 五取加息 加多一點 被滅美國經濟惡化 這個呢 就很難明白的 加息為什麼被滅經濟惡化呢 前面那些人說 加息 硬著陸的 你看 德銀就說 金融收緊的經濟大來風險 但是這個人說呢 要進取加息 避免美國經濟惡化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加了 他是不是應該說 應該進取加息的 同時避免經濟惡化 他就沒有這樣 他呢 就是呢 控到通脹才行 不是搞不定了 說一些正路的事情 如果這個人的解釋呢 是我們的淺之呼吸法 就能解釋到 快點加加 快點度假 就沒事了 這個意思 是 接著 好了 還有這個 差點忘記這個彈省 這個不知道叫做 其實為什麼會叫他 沽空之王 他每次沽空都輸 沽空之傻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他的名字 應該是郭文貴介紹 我認識的 我行到江湖一段時間 我都沒聽過他的名字 可能我沽漏寡文雅 這個人 除了沽空輸到貼地之外 都沒有一件事碰過 他說呢 這個這麼獨到眼光的對沖 雞金經理 他說美國今年就衰退了 輸九成幾 要對他獨到眼光 你都挺獨到的 很獨到的 巴斯江年 這個真是巴斯 我想說什麼 你看完 剛才我們連環 看了這麼多篇 那你有什麼感想啊 美國 死人淋楼 是啊 但我們上一集 明明看過韓國的出口數據 還有附近的加拿大 好像不錯啊 還有呢 美國的空缺還有千幾萬個 空缺崗位 那千一百幾萬個 剛剛立到 那你這樣看完之後 那究竟是什麼事呢 美國經濟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 很難搞啊 這個真是 怎樣呢 我給了一個問題 我們先看下去 我們先賣個關子給我幾分鐘 這些呢 就瘋了 為什麼會展覽我給你看 看著 很正常啊 這個標題 今天 空漲憂慮升溫 金價就反彈 反彈了 十多元 這樣吧 昨天 那些金價跌 他說什麼呢 通漲憂慮升溫 美元匯格 美國債息上揚 避險資金流出金市 你見不見這些人怎麼寫報紙 通漲憂慮升溫 同一個原因呢 金價又可以反彈 又可以跌的 見不見到啊 Oh Sorry 為什麼我剪這些東西給你看呢 就是說 不用看這麼多報紙 神經病 你看他講 他都不知道自己講什麼 所以我們要講什麼 父母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 你知道嗎 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根本 是不是 是不是這麼說 沒有這麼多道理的 這些街市而已 為什麼昨天的菜心 是十六元一斤 今天是十五元 你問他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問街市關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多存貨 我昨天隔夜了 不買就臭 我怎麼知道 跟香港臨場的出入口 是無關的 只不過他剛剛這個阿婆 想早點收工 是啊 你看 我看見這麼離譜 就給你看 看什麼 但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勁人 沒有巴斯江年那麼流 你看這個樣子 索羅斯基金管理人 大哥 擔心近期經濟會衰退 看到嗎 我想這個人應該算厲害 我猜是不是 我猜是這樣 索羅斯都給點錢 他收的資料夠厲害 是啊 是啊 他覺得GDP是不錯 這樣的情況 美國消費者狀況非常好 跟我們本來的說法是一樣 這個女士 我先給她一個名字 不要這樣說 這個阿丹 這個阿丹 Fish Patrick 他就是說 美國消費者狀況非常良好 跟我們看出入口數的判斷是一樣的 你看到嗎 工資金不想通脹 因為包工說明不想加薪 你找不到工人就加薪 那些東西又貴 那些工人又說加多些薪 那就是upward spiral 通脹爆煲 所以你們的工人不能加薪 那這些就是資本主義 壓榨那些工人 不是那些人要什麼革命 你明白嗎 之前那些古人 為什麼革命呢 要做這個共產主義 是有原因 因為P過K的 其實之前的人 知道嗎 沒有口吃的 工廠年度 是啊 P過K的 那為什麼這個 西方行資本主義 是這麼快的呢 因為他把那些貧窮 對給非洲和亞洲 你自己想想 這個操作 其實是這樣的 貧窮和有錢 就好像光影一樣 越光的時候 影就越黑 這樣說 那就是這樣來的 他說美國會不會衰退 他說衰退是因為 我們進口得多東西 所以就負數 我們出口不到 就是美國人買太多東西 明白嗎 所以不斷入口 這個跟我們的解釋 完全是一樣的 因為消費者 很有錢 這個跟我們的看法 完全是一樣 我想跟你說 那是怎樣 說了這麼多東西 好還是不好 好複雜 開股啊 最後 應該呢 就是 這集的題目 就要這麼說 題目就是什麼 到底就是這個圈 原來聯儲局 開始正式啟動縮表 大哥 這個6月 6月開始縮表了 本來呢 7月 8月開始 就950億一個月 6月和7月兩個月 加起來就950億 那6月是不是開始縮表了 A君 那開始縮表呢 那些人呢 又怕縮表 令到股市震盪 那怎麼辦 所以呢 要維持股市秩序 跌得太多 就托一下他 但是呢 股市太好 他又不會買美債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美股 沒得升 是不是 那些人呢 如何確保 那些人去買美債呢 多些人買美債 怎麼辦 唱衰經濟 你不停地唱 巴斯又說死了 PK 大波又說死了 PK 個個都說死了 PK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就是要你接這些 PK 放出來的美債 真的 因為要你買債 所以呢 我們前景很差 我們真的很不行 你快點買美債 是啊 對了 其實 所以 最適合這集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Sales 每個都是Sales Sales你買美債 說那麼多話 哪有什麼神秘呢 那經濟好還是不好 經濟好還是不好 很簡單見到的嘛 這些東西 對不對 好像你剛才 那個金價的解釋一樣 好 和不好 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要買美債 是啊 總之你要買美債 不要說那麼多話 是啊 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呢 這次我們有什麼深一番 是嗎 下個星期 應該股市 就是有震盪 美股 有震盪 會不會大跌呢 我想都不會 他都非常之害怕 所以都 鬥得你很小心 看不見到 鬥得你很小心 突然間一起說說 衰退就是 在處理經濟的人士 不要搞那麼大鑊 你鬥一鬥給我賺錢 要不要衰退 你不要衰退 小子 我覺得其實他們就是 叫人家辜貨給他 他撿完之後就走 所以他可能會先撿到 他先上去 有機會的 因為跌得太深 他也會害怕 所以他就很矛盾 所以走勢會轉弱 沒有這個星期這樣 氣勢如紅 你會看到 可能我們錄的時候 星期四還沒開始 你記住 星期五大跌的時候 我都當中了 所以你星期六才聽到 星期日才聽到這個節目 可能這個星期是 頭一頭 但是A軍 依然是OK的 短期的 短期屈一屈極 所以下個星期就可以買一買 看一看 先休息一下 或者沒那麼快 他要QT一會兒 剛剛開始路不夠膽 他不夠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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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下個星期就看好位 這時候不用那麼積極 連最近的Market Time 也說了 所以真的是 有港利台 好窮人 好了 今天就這樣 拜拜